各项数据显示中国经济稳步复苏。一下子大家都追捧着中国资金去投资。去年年底很多评论员都说的中国经济危机。一下子有关评论几乎萧升匿迹。现在是时候应该检讨一下贸易战如何带来一个新的投资常态。 不者喜欢由数据找真相。不喜欢相信世间虚假资讯及信息或者我们可以从一些事实看到贸易战的真貌。 2018年3月22日,川普签署了总统被忘录,将依据301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征收关税,涉及的商品总计可达600亿美元,亿日。 中国也宣布对美国销往中国的30亿货品货税。贸易战算是由那时正式开始。之后不断升级。 其间美国更对付了中兴通讯。也对付了华为,在贸易战发生之后。大家都当传统战争去看这件事。 但是贸易战本身并不合逻辑。因为既然大家贸易互相交往都不是小数目。贸易战只会带来互相报复。 单靠贸易战及关税不可能取到一个有意义的甜头的。那究竟贸易战的真身是在哪里呢?到了2018年6月一日就看到一些端危了。 那天开始MSCI把A股纳入MSCI新兴市场指数。纳入因指为2.5%。 既然两国对阵。特朗普又说中国经济会面对非常大的危机。那为何MSCI会加入A股市场? 随着贸易战的继续发展。到了2019年3月一日。MSCI更进一步宣布。 将会增加中国A股在MSCI指数中的权重。并通过三步把中国A股的纳入因指从5%增加至20%。 市场预计年内A股将吸引来预3000亿的增量资金。 未来10年。预计每年都会有约1000亿至2200亿美元的外资流入。 翌日。美国宣布对2018年9月在加征关税的自华进口商品。 不提高加征关税税率?MSCI是一个美国财团。 我们会看到MSCI进入中国市场。其实是与贸易战的时间很配合。 当一众香港评论员唱淡中国经济的时候。和中国对战能影响选举或政局的美国财团增加在中国的投资。 这个反映了事实的贸易战并非如一般人的方向去发展。 2019年3月11日港交所宣布已与MSCI签订授权协议。 推出MSCI中国A股指数的期货合约。 无论中。讲。美国大家都一起打造一个新局面。 我认为坚持原则的中国做得相当好。 我国只是根据自己的成长开放合适的分量的市场。 我认为美国更需要中国市场。 透过这新势道华尔街赌场的庄家。 显然可以在未来若美股大跌情形之下。 有做淡仓的机会。 而来中国A股的前当然一定程度是由美国流出的。 那未来中美资金互相对流的新局面。 会引来更多的资金充斥市场。 息口低。 资产容易上升。 我认为现在的市场是一列的要小心却应该起月的黄金列车。